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刚好是美国休假 今天是总统日 所以美国市场今天晚上就不开业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那讲到道琼 星期五的时候还是保持那个现状 已经有两个礼拜多 就是保持那个盘整的那个状态 下面的那个价位是33,580亿 然后上方是34,334 所以到目前没有明显的突破 当然是兴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有来到触碰到下面的那个33,581点 来到33,517点跌了一点点 所以导致行情缩盘的时候又再输回去 今天因为没有盘在美国 可能是明天 明天可能是行情可能会往上 因为这一周可能 因为目前虽然是有一些数据不是太过明朗 可是股市也没有很明显的跌 所以导致我有一个概念就是 行情短期里面可能还是有这个机会 还在继续的上涨 如果有涨的话 上面的空间在道琼 应该是在35,500点左右 如果它真的是跌的话 下面的空间可能会来到32,220点 所以目前来讲 两个可能性都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翼翼 那在S&P500 我认为因为它这个三波浪型的结构 看起来好像还没走完 还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从4,195点开始下滑 这个力度也非常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这个行情是有跌 可是它跌的速度 形状是有一点所谓的调整的一个现象 导致如果是这样的话 三波浪型基本上是可能会来到4,025点 然后从这边开始要注意 如果它猛跌 那就另外一回事 如果它从这边开始稳住 它有这个可能性还会继续的攀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上面的空间是4,367点到4,531点左右 可是我们要注意看 因为这个三波浪型的形状不是一致 就是在道琼在S&P500跟NASDA三个主流的股指 那个结构是有稍微的不一样 当然是涨的可能性 在S&P里面是可能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我们还是要关注 如果它是来到4,025点 然后跌破4,000点 还继续的跌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关注一下 在NASDA相比的话 它在三波浪型的反弹呢 看起来是已经完整 这应该是有这个可能性 已经是封顶在12,881点 可是呢因为它从这边呢 12,881点跌幅呢 看起来好像是也是盘整的那个形状 如果是100%的盘整的话 它可能会来触碰12,000点 如果它可以稳着筑脚 从这边开始要涨的话呢 它上面的空间可能还会来再挑战多一次 就是12,881点 可是基本上呢 我是认为这个形状呢 从去年10月份的反弹呢 应该是到位了 可以上面空间如果是有反弹的话 只是可能会有一个挑战 能不能越过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呢三个主流的股指的 那个形状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大家肯定要分别一下 那在亚洲盘今天呢 我们看到行情呢是先跌后涨 所以我们看到行情开盘就开始走低 然后呢以目前来讲这个 这个形状呢 回调那个百分之50 ok从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就是之前 从这边开始往上走 ok这个19,300点的时候呢 它走到22,700点 它的这个回调刚好是50% 今天呢在这个价位开始 要有反弹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 这个结构看起来还是 有这个可能性还是会继续的往上走 如果有的话呢 它可能会去挑战 我的原本的目标是4800点 ok 可是还是要关注一下 ok 在那个上海中午指数呢 看起来呢 它这个三波浪性的反弹 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可能 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如果是在目前这个价位 因为今天呢 有三波浪性的调整呢 来触碰上个 上个礼拜的低点之后呢 它来到3,223.2 然后呢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 如果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会突破3,310点 然后再继续的往上走 可是上面空间也不是很大 有这个可能性来到3,375点 3,469点左右 所以呢上面空间 来到这个价位的时候 开始看起来就比较完整 可是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看那个 日经嘛 日经的目前那个结构呢 看起来还是在盘整 它整个盘整的状态呢 是在25,600点到28,500点 这个3000点的空间里面还在排位 可能短期里面呢 它看起来好像又要 有这个可能性 还会继续的往上挑战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28,200点到28,500点 这个空间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单 如果有涨的话呢 要很小心这个价位 我们看看外汇 美元去日币呢 基本上呢 是来到 基本上一个三波浪性的反弹呢 从12721呢 来到那个星期五的13512 基本上是比较完整的 OK 可是如果美元继续的攀高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呢 美元已经开始恢复 记得去年9月份 它开始封顶之后呢 就开始跌下来 那个价位是很靠近152 美元对日币 所以目前来看 可能这个美元的趋势呢 又倒回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从13512 如果他没有再去有新高的话呢 那可能是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反弹 那行情就可能会跌下来 可是如果他猛充 他上面的一个目标就是138.40 OK 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反弹 他可能就是要恢复长线的那个牛市 就是美元可能要保持一个比较 猛的一个状态 欧元对美元呢 目前来讲呢 是有一点点在盘整 可是呢我们看到 如果是美元要涨的话 肯定是这些货币都要跌 可是目前来看呢 他今天呢 从那个星期五 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五 他在下方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反转讯号 然后呢 行情就开始稳住 他可能短期里面还会去挑战 挑战那个1.08 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可是有的话 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 适合做空的一个可能性比较高 OK 那欧币对美元呢 我还是保持 长期来看呢 这个上波浪型的 从0.7160呢 跌下来呢 到目前这个形状 还看起来还没有 还没有 看起来还没走完 可能呢 如果他有反弹 来到0.6920到0.6950的空间里面呢 那个看看有没有空间 有没有机会去做空 相反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之前是支撑 现在变成压力线 他可能会去挑战这个空间 OK 0.6920的那个可能性是相比有的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考虑如果出现的反转讯号 考虑可以在这边做空 然后呢 下面的目标呢 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0.6645到0.6727 比较可能有这个目标呢 可能是在这个0.6670左右 OK 我们看看英镑 同样的英镑 看起来好像也要反弹 这边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行情呢 有开始稳住在1.915 然后呢 开始又要反弹 可是如果反弹的话 他50%的那个反弹的力度 刚好在1.2090 这个空间里面顶多来到1.2135 这个空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弹 如果有的话也适合来看看能不能做空 因为呢 他这个从1.2448的跌幅呢 看起来还是下面有点空间 目标短期是应该在1.1785吧 OK 左右 我们看看美元对加币 每一对加币呢 看起来也是有一个反弹的 一个现象 可是目前呢 从1.3260呢 开始走到1.3537的话 看起来只是一个100%的一个反弹的力度 虽然他已经跌 突破那个1.3521 可是看起来呢 只是目前来讲 如果没有继续的往上走的话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三波浪型的反弹之后呢 可能还会再继续的跌 可是如果他继续的往上的走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 往上走的话 他这个可能性就不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反弹呢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正规的那个力度 如果他来到1.3620呢 再继续往上走的话 他就是要来挑战1.3685了 这个就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反弹了 这个应该是告诉我们美元 开始要去恢复他的牛市了 我们看看石油 石油上个星期有跌到75块 三毛二然后开始反弹 以目前这个状态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涨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主要是看看他的涨幅呢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反转讯号在日线图里面看不到 可是呢应该大 那个结构看起来很 应该是有办法继续的往上走来 越过那个82块6毛6 如果有的话呢 他的目标是83块6毛9到85块9毛7 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看贵金书吧 王金呢 上个礼拜呢有跌到1817块7 然后呢有个反弹 比较理想的 因为我们从那个日图里面看到 你看到这个形状吗 这个形状就是一个反转讯号 这个是很经典的 如果今天呢有稍微有拉回来呢 在1834块左右到1830 30块OK 这空间里面应该是有机会 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做多 然后把资助放在最近的这个 三个礼拜 最低点到1817块吧OK 然后呢 我觉得他上面的空间 已经开始冒出来有涨的这个可能性 可是涨呢 以目前来讲 他的最靠近的一个门槛就是1890块 OK 所以呢相比的话 我觉得那个风险跟那个获利空间呢 相比的话是比较适合做多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考虑 OK 我是已经做多了 所以变成呢 我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补单 我还要加仓再做多 那那个银也是一样 银呢在星期五的时候 然后有来到21块1毛8 然后有个比较大的反弹 我们看那个日线图 同样的也是看到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反转讯号 OK 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呢 或者是今天下午如果有这个机会呢 来到21块5毛8 其实他已经来一轮了 OK 可是如果他来多一轮的话 就是比较三波浪型的一个回调的话 在21块5毛半呢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做多 然后呢目标目前是22块5毛9 OK这个空间相比的话也是比较划算 因为那风险呢较低 只要把资损放在21块1毛5 OK 跟大家兑换上面的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是很划算的一个 那比特币这边呢 看起来好像还要继续的往上走 因为当然我们看到 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可是呢在星期一 在这个周末特别是昨天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反转讯号 可能短信里面如果他还可以继续的往下滑呢 来突碰这个23,345块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 OK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猛跌的话呢 在这边稳住的时候呢 开始有稳住的一个可能性呢 就考虑可以做多 因为上面的空间是2600 大概300块左右 OK 26300块左右 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以太郎吗 看起来也是一个可能性 当然我们看到他 在四个小数图里面出现了一个反转讯号 可能从这边就开始要涨了 或者是有这个机会再继续往下跌的话 来挑战1614块左右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做多 相比的话 他上面的空间应该是在那个1万 1,812块左右 所以短期里面还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看到Cardano Cardano呢目前还在做调整 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到0.383的话 也可以考虑做多 可是他已经出现了一个反转讯号 看看是否这个已经触碰到底 或者是已经开始要往上走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上面的空间呢 是在0.454 0.454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Cardano呢 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要走高了 他已经不等了 所以呢 行情已经突破上个礼拜的一个高点 这个就是之前2月3号的一个高点 所以目前来看呢 他可能不等了 他可能已经开始马上要开始往上冲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上面的空间可能是要来挑战38块半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可能性 相比的话 所以我们看看主要的虚拟货币看起来 好像要继续的往上爬 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记得今天晚上没盘没开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